格力这帮人想干什么呀 这就这东西谁策划的 你稍微含蓄一点吧 大家好 我是RX万年 我最近看评论 发现王自如的呼声很高 那咱这一期 咱看看王自如最近格力的采访视频 我先研究了一下这个视频 我先说结论 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视频 做完之后我要惹事了 咱们开始看视频吧 从一个网红 行行行你怎么说都行 首先王自如吧 他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一个人 他经常问题 他听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开始思考怎么回答了 他在回答的时候 也不怎么看人 他喜欢就是低着头自己去说 当然他也有被稿子的嫌疑 除了他可能有采访大纲以外 他其实很有可能是一个 reflective thinking的一个 反射性思考为主导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 然后很注重现在已有的这些信息 然后他会去评估去比较 而且他很看重长远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至少这是他想给自己立的一个人设 这点其实跟我很不一样 我是一个偏critical thinking 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人 任何时候当我得到了一个信息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想要更多的信息 你如果问我一个问题 我很有可能会反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各自就选择了不同的职业 这种人他比较善于去比较和考虑广泛的影响 这点对于做测评当然是再核实不过了 但是如果现在去做渠道的话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需要很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一个工作岗位 我个人感觉并非他的强项 不过把话说回来 其实作为我吧 我首先我就很难说去说王自如什么 就因为我感觉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 包括我也包括我身边一些人的影子 王自如是东北齐齐哈尔人 出身其实好像是非常一般的 据说他偏科也非常的严重 据说是英语很好 数学极差 他高考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所以最后是去了西安翻译学院 我是西安人 这个学校西安人一听一般就呵呵了 明白元孝吗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得到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到香港理工大学继续深造 学的是翻译 但他毕业之后他也没有去干自己的专业 而是属于抓住了网络的风潮 开始做起来测评 在仅凭一己之力的情况下 还做到了国内顶尖的水准 甚至还得到了小米等巨头的投资 可以说是一个个人能力极强 然后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 仅仅说这个人的人生经历 其实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的人了 他只是在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遇上了同样也是草根出身 而且也是属于网红出身 他祖师爷啊 罗永浩 这才被一巴掌给拍到地上 阻止了他进一步的腾飞 对啊 他们那个非常经典的那个辩论的视频 我将来也会做 那个视频实在太长了 全长有三个小时 至少也是要单独去做一期视频才行的 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成就可以说已经远超同龄 同出生的人 99%的人了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责难他的 人往高处走嘛 这无可厚非 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局限性 所以就导致了他做出来的不同的选择 也导致出现了 最终出现了不同的效果 我呢 我是没那机会 你真的把我扔到这样一个大佬面前 我搞不好比他还肉麻呢 但其实老板并不喜欢王子如这种类型的人 就总体而言 当老板的人 在一个企业里面 他最喜欢的一定是两种人 一种是那种 社会性上非常简单 但是专业能力极为突出的人 这种人就像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或者像是一个机器的核心元件一样 第二种的就是 他非常善于与人打交道 可以帮助老板从公司 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 获得不同的信息和一个不同的视角的人 第一种人非常好理解 误解最多的其实是第二种人 他以为拍马屁就是第二种人了 但其实不是 这是一种误解 拍马屁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它一定是建立在自己本来就有超凡的贡献的基础上的 纯拍马屁是不可能拍成功的 有很多表面上 我们觉得在溜须拍马的人 其实你仔细观察他做的事情 你看他做的这些事情 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 你把他拿掉之后 你会发现你寸步难行 到处都是障碍 董明珠董老板这是老江湖了 绝对不会因为王子如会拍马屁 把他留在身边 当然董总 档次高过我太多了 我的认知层面上来说 我也没有办法去代入他 但是从一个老板的角度去想 我能够想到他为什么会用王子如 王子如负责的是 渠道改革方面的业务 渠道改革其实是一个公司 非常非常重大的核心决策 这个事情不是他负责得了的 我都不认为这是董明珠 一个人负责得了的 这肯定是在股东大会上面 应该去研究的东西 当然王子如可以去具体去执行 你执行层面 你究竟是在干什么 其实我的理解 他就有点像是董明珠 个人的一个助理一样 打打电话 把贝邮件 替董明珠去出席一些 他不想去的场合 吃一些他不想去的饭 见一些他不想见的人 为了让干这个工作 好做一点 所以给他安了一个负责人 一个高管 一个头衔 我们话反为简的去看一下 这段视频 你心理学上分析 你说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工作条 显示出来他加入格力的 motivation 他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学习 因为你又说 喜欢看女老板开会 就要求一个离他近一点的办公室 你这摆明了 并没有去否认外界的传闻 甚至还有点承认的那个感觉 故意的把这个水搅得更混 说什么不在乎外界的闲话和传闻 这是常见的公共人物的说辞 但是更进一步的 他还是没有去否认 再加上后面的这什么 他的20年 30年的这什么计算 等于说刚好卡到董明珠100岁 然后就是对于董明珠 这个女老板的各种好话 各种称赞 更过分的 我觉得是中间 你老板就坐在旁边 他直接就站在老板的角度上来说话了 我觉得作为管理者 作为经营者 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应该关注的东西 还说什么格力 以前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从此以后 绝对就跟我有关系了 你这是干啥 就是小狗撒尿 就怪不得特别毒蛇 这个金星发了一个小狗的图片 虽然有点太过于不尊重人了 但是你想让我说什么 你就怪不了我们 因为你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你就想让我们这么想吗 我总体的感觉就是 这肯定是格力设计好的 一个利用绯闻 来宣传的一个市场的行为 至于他俩 是不是真的有点什么 从一个老板的角度 我更加愿意去相信 两个人是互相利用 那么从一个行为学的研究者 我觉得他俩的关系 反正不一般 行了行了行了 我是Eric长安万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这期视频大家感想看 我不想惹事 以后别了怪我 咱们下期视频